蘋果桂圓茶 這些滋潤的東西 多數都是媽媽煲給我們喝 但大個女兒,要自己學一下 這次就用燜燒杯 整個火都不用看的蘋果茶 第一樣東西,先煮滾一鍋水 然後洗一下龍眼肉 藍杏和毛花果乾 將毛花果剪開4個 那半個蘋果就切了定和角芯 然後切成8片 整好材料之後,水都剛剛滾了 將滾水倒滿燜燒杯 關好蓋子,預熱一下杯 之後將全部材料放入鍋子裡 倒350毫升水 用中大火煮滾之後 到最小火煮15分鐘 煮好之後 倒了燜燒杯裡面的清水 再將整鍋東西倒進去 蓋好蓋子,焗它一晚 第二天就可以喝了 起碼焗它6個小時,焗久一點的話會更出味 因為材料本身都有甜味 我就沒有加糖,喜歡喝甜一點的話 就加少許冰糖下去 還有我媽媽叫我提大家 選這些蚊燒杯 最好選這個蓋子有條膠邊的 那些的保溫能力通常會好一點的,嘻嘻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